欢迎收看台湾news的生活频道 小朋友学美语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台湾news的童话王国 今天呢 糖糖就要带大家去吃下午茶 下午茶的选择有很多 而糖糖最喜欢的就是去面包店吃下午茶 因为除了有好吃的蛋糕之外 还有刚出炉的面包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介绍面包店的英文词 怎么说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进入到一个面包店啊 那进入眼帘的呢 就是有很多基本款的面包 没有添加任何口味的白面包 我们就叫做white bread 白面包 white bread 那么呢 除了白面包之外呢 现在非常流行的养生热活的面包 就是全麦面包 全麦面包的英文就叫做 whole free bread 全麦面包 whole free bread 那除了全麦面包之外呢 还有一种叫做裸面包 那裸麦面包就叫做rhy bread 裸面包 rhy bread 好啦那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啊 有很多啊 在上面架上面的就是这种切片的吐司 切片的吐司呢 我们就叫做slice bread 切片面包 切片面包 slice bread 那另外呢 还有一种啊 现在的人很爱吃的就是可受面包 它长得就像月亮的形状 那么可受面包的英文呢 就叫crascent 可受面包 crascent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啊 现在小朋友最最最喜欢的就是长得圆圆的 是什么呢 就是甜圈圈 那甜圈圈的英文就叫做doughnough 甜圈圈 doughnough 那么再来我们再往旁边一看啊 哇哦 这种长得像圆圆的小面包 其实它就是一般我们在吃西餐的时候 常常当成前菜的这种开胃面包 这种小餐包就叫做barn 小餐包 barn 好啦 那么我们再到旁边的这个区域啊 这边有很多呢主要是放早餐的这些面包 那常常被当成早餐材料的就是bago 那bago的英文呢就叫做bago bago bago 好那我们再到旁边啦 我们终于来到了就是所谓的蛋糕区啦 有好多好多的蛋糕哦 那蛋糕的英文呢就叫做cake 蛋糕 cake 那么呢在蛋糕里面啊 那堂堂最爱最爱最爱吃的就是有满满巧克力的布朗尼蛋糕 那布朗尼的英文呢就叫做browny 布朗尼 browny 好啦 那么呢还有啊来到旁边的这个区域啊 也有一些呢做得松松的 而且口感很好的就叫做马芬蛋糕 那马芬蛋糕的英文呢就叫做muffin 马芬蛋糕 muffin 那么呢在旁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那种很小很可爱的 用杯子包起来的这种杯子蛋糕 那杯子蛋糕的英文就叫做cockcake 杯子蛋糕 cockcake 再来呢就是除了我们吃了很多的面包之外呢 就是要到堂堂呢来到旁边这个区域啊 除了面包之外还有卖很多的派 那派的英文呢就叫做派 派 派 那么在派里面呢 大家最喜欢吃的尤其是女孩子最喜欢吃 就是上面有满满水果的这种水果塔 那水果塔的英文呢就叫做tarr 水果塔 tar 那么今天唐唐好像有说啦 我们今天来到面包店是要干嘛呢 是不是就是要吃下午茶 那下午茶最适合的呢 就是要当贵妇了 那英国呢 就是下午茶的这个主要的国家来源 那他们的英式下午茶是非常有名的 在英式下午茶里面有一种饼干叫做英式烤饼 这个是很多很多英国人都很爱吃的 那英式烤饼就叫做Skorn 英式烤饼Skorn 那除了说英式烤饼之外呢 也有一个非常适合当下午茶的 就是甜饼干 那甜饼干的英文呢 就叫做Cookie 甜饼干Cookie 我们刚刚试试学了很多很多的 面包店的很多英文用之 那我们现在再跟着糖糖复习一次哦 白面包 White bread 全麦面包 Whole wheat bread 裸面包 Ride bread 切片面包 Slice bread 可受面包 Crosant 甜圈圈 Donut 小餐包 Bong 贝果 Bagel 蛋糕 Cake 布朗尼 Brownie 马芬蛋糕 Muffin Bage蛋糕 Cockcake Pie Pie 水果塔 Tar 英式烤饼Skorn 甜饼干 Cookie 那么今天我们刚刚已经介绍完香喷喷的面包 跟好吃的蛋糕以及下午茶的 你有没有感觉很想要吃的呢 那糖糖肚子也很饿 所以我已经要去吃蛋糕了 所以我们呢 今天童话王国的节目就到这边 希望你会喜欢哦 下次见 拜拜